我們在這邊簡報第三頁 這個是今年初Google推出來的 最近那個大模型 就是大的語言模型都流行改名字 因為除了OpenAI的TripG Team 還是維持一樣名字以外 包括Google 包括微軟的 現在都改名字了 因為Google的 它現在推出的叫Gemina雙子星 這個部分我們給大家看一下 您可以從我們右手邊打開它的連結 我這邊就直接開一下給大家看 線上的朋友沒有聽到聲音沒有關係 因為這一段它有字幕 就是它本身影片就有字幕 那我們來看一下 Google日前發布一款生成式AI模型 Gemini雙子星 畫面中Gemini透過鏡頭與人類交流 What do you think might happen next? The cat is going to jump to the wall and stick the landing It's going to be a perfect 10 但當貓咪跌落時 Oh and it's a miss It looks like it was just a little too far away Gemini會胸 各位你看到這邊你發現什麼事情 AI有視覺能力了有沒有 這個視覺能力不是說我只看它 這上面有什麼像素 不是 它是知道人看到這個畫面 代表什麼意思 而且它還可以預測它 對不對 那這個其實對AI來說就很重要 螢幕要不要放到網路上面去 螢幕 螢幕 我還沒有廣播好 抱歉抱歉 來 不好意思 我剛剛線上的旺氣廣播 給大家分享螢幕畫面 來 抱歉 抱歉 好 這樣應該各位就看到了 來 好 所以現在這個線上 的這個朋友應該就有看到 OKOK 好 那麼 剛剛我們提到 也就是說現在AI有視覺 你看我們人 只有五官嘛 對不對 有視覺、嗅覺、味覺 這些都有 可是呢 你現在 如果老師跟同學 你們有在用 大部分我們現在都是跟他用文字式的溝通 對吧 所以說 這個 有了視覺能力之後的AI 真的會不一樣 所以這一段呢 也是 大家今年蠻驚奇的一個部分 雖然有人質疑說 這段影片 有造假的嫌疑 那Google承認 這個他有經過剪輯 可是他的回答過程 就是 沒有改 只是說他的回答 並沒有像你剛剛看到 那麼流暢 也不 說直接播了馬上就看到 這樣子 所以他還有努力的空間 但是 我們可以知道未來 AI 真的會厲害很多 那我們再往後面看一下 簡報第四頁這裡 好 這個 應該是到目前為止 就是我們 今年第一季 最大的AI新聞 因為這個 讓大家下巴掉下來 哈哈 欸 我們知道其實 AI啊 事實上是可以生成影片 沒有錯 但是 但是 我們目前可以生成的影片 原則上都是3到5秒鐘 好 3到5秒鐘左右 那 我們這一次呢 OpenAI 推出了這個SORA 它直接把這個部分呢 變成多少 1分鐘 好 最長可以達到1分鐘喔 那 還不只是這樣子 因為呢 一般我們現在用AI生成的影片 通常會比較有局限性 也就是說 它可能針對 比較有限的畫面範圍 比如說一個人的畫面 或者一個比較簡單的場景 去生成 那這一次它的SORA 直接 比較全面性的 像你看到這樣整個的場景 而且怎麼樣 它上面的這些所謂的物理現象的表現 所以 看起來 我講的是看起來 就是 都像我們生活裡面看到的樣子 所以呢 我們直接來看一下 你看 我進到它的官方網站 好 那我們往下走 各位 它不斷釋出新的 這是最早的喔 你看 這個 AI生成的 它怎麼生成 在下面這邊 有沒有看到它的提示詞 就這樣 可是 最重要的是 你可以看到喔 雖然是透過生成 有沒有發現 下面光影的變化 倒影都把你算進來了 這個其實很難 即使在我們現在 你透過特效的軟體來做 也要運算一點時間 那 接下來這個 像科幻電影一樣對不對 好 你看 揚程的部分 這個也都是透過下面的提示詞來完成 然後你看喔 後面這一段 連鏡頭的運鏡都有了 有沒有 它可以模擬這種運鏡的效果 接下來 你看看這個 以前我們可能要用空拍機對不對 喔 上去實際這樣拍 現在都不用了 你有沒有發現 海浪這樣打上去 真的蠻難的耶 這些 它現在都做得到 那接著我們再往後面看這個 各位 看看這一隻 有感覺現在 不止有圖沒真相 有影片也沒有真相的 可以嗎 所以其實 真的 它的進步很快喔 當然 當然 因為今年 美國有選舉 所以 它的這個部分 是沒有要 就是 還沒有正式推出 就是 目前 只給一些好萊塢的導演 先試用一下而已 那接下來你看這個 欸 這個也是AI 直接生成的耶 你看 就在下面有沒有 那你想看看 這麼大的場景 它還要預測 我後面會看到什麼 還要動作都正確 就是符合人的想法 有沒有很難 不容易吧 對不對 我們如果說真的 透過 所謂的3D建模方式 要做到剛剛那樣 真的要花不少時間 那你看它光影的變化 有沒有 好這些光影的變化 真的都不容易 然後你看這個 這個人臉 有沒有感覺很真實 對不對 這種已經是 特寫的一個表現 那 後面這邊 這個就還好 這就是我們一般 比較常看到 接下來這個 有沒有感覺 挑戰更多 人這麼多 每個人都要走得正確 還不能 呵呵 這個就很難 而且你看 它在整個的 運鏡 還要去計算 後面有可能 待會會出現什麼 有沒有感覺 對對對 對對對 所以這個 真的很不容易 那你再往下看 下面還有 它不斷的推出新的東西 就給你看到說 這樣子的一個 呈現方式 真的不一樣 然後你看像這個 車廂裡面的 車廂裡面 它還要預測 有沒有 有沒有 我們 用拍影片很快 但是 真正要把這種 虛擬化的時候 其實事實上 就很困難 所以有沒有感覺到 它真的 讓大家上了一課 原來 現在 AI生成影片 這麼厲害 再來你看看這兩隻 請問到底是真還是假的 所以以後都不用下去拍攝了 只要有想法 它就幫你做出來 所以這個 為什麼 堪稱是 今年第一季最大的 AI新聞 就是這樣子 所以 你看 只要那個領域 有AI進去了之後 它就會進步的特別快 這個是我們現在真的 覺得說 AI會影響很大的 那 你看到我們簡報第五頁這一邊 這個 也是最近 黃仁勳 這個 他們的一個 公開的 一個 場合 各位有看到了 你們有沒有看過 星際大戰 有看過裡面有這種 小的機器人嗎 對 有沒有 它在現場就秀出來了 所以 你會發現說 這些 科技大廠 他們都在努力實現一件事情 因為他們 太喜歡 科幻電影 都在把科幻電影的場景 把它畫為真實生活裡面的東西 所以呢 以後 可能你就會看到 你身邊就會有這種機器人出現了 不管是不是人型的 那都是其次 也就是說 它會有什麼 就跟你現在 問chip GT一樣 你可以很 輕鬆自由的 跟它做對談 就跟一般人一樣 這個是 很快就會實現的一個目標 那麼 接下來 我們看看第六頁這裡 第六頁這個 就是目前 我們用AI生成影片 可以做得到的 那Stable Video 這個算不錯的 因為它 本身呢 你看 每天給你110點喔 每天都有這些點數給你 所以呢 你可以透過這些點數去生成 那我這邊呢 給各位稍微看一下 好 在這裡 這邊 這邊 這個 就是我生成的 提示詞 在簡報的下面這裡 好 拉開一點點 好 有 看到了 有沒有 兩隻哈士旗 穿著太空中 在太空中漫步 這樣有沒有簡單 當然這個部分 要轉換成英文 好 因為目前它是不支援中文的 可是你可以看到 我們現在主要做到的 可以像這樣子而已 有沒有比剛剛SOLA 呈現的 簡單很多 好 OK 有人提到簡報沒辦法連線嗎 那大家直接 女郵郵卡 綁在裡面 綁在手機 好 線上好像有 OK 我把老師先靜音一下 OK 我把老師先靜音一下 你不是要去黃醫院嗎 要嗎 對嗎 好 線上好像有 這樣OK了 好 來 那我們再往下看一下 所以我們前面會先 主要先跟大家稍微介紹一下 就是現在一些AI的 這些新的趨勢跟發展 那 接下來我們看到簡報第7頁這邊 這個呢 就是我們現在 常常有人會提到的 叫AGI 這叫通用人工智慧 那目前現在的AI的技術 暫時還沒有達到 可是呢 它指的就是 不好意思 我問一下 你那段文字 它最多被輸到多少 喔 你說長度喔 對 老實說這一段 可以輸入的長度嗎 剛剛那個深層 深層的部分 我說要轉英文 但是它有沒有限制 應該還好 因為那個長度 你描述的 大概都不會超過一千字 喔一千字 就是它一千字 算是目前的 我沒有特別去看它的限制 但是就跟我們現在用Trip GT一樣 就是你給它的一段的 像Trip機我記得是 一段丟進去好像大概是兩千字左右 兩千字 對對對 就是目前就是它要生成 就是兩千字大概它就會生成 對對對 如果超過 你太多的話 其實描述的太多 有時候也不見得比較OK喔 對對對 因為它還是會有一些優先順序 跟大家運轉取決的一個標準 對對對 好 OK 那接下來你看 我們剛剛講這個AGI的部分 那AGI的這一塊啊 欸 剛剛提過 它其實就是 像我們剛剛看到黃仁勳那隻小朋友 也就是說 以後你可以跟 AI的溝通 就跟人的溝通一樣 它可能會有一些什麼 自己的個性啊 對不對 然後自己的想法 你可以跟它溝通 可以跟它請它幫你做什麼事情 好 那目前來說 這一塊 還需要一段時間的努力 雖然馬斯克講說 他認為兩年左右 應該就有機會 實現這個目標 好 但是也有人說 大概是十年 好 那這個可能就取決於 我們後面的一個開發 好 那接下來我們看看 這個第八頁這一塊 第八頁這一塊呢 現在其實大家 對AI最熟悉的 好 就是我們的這個 OpenAI 對不對 那 OpenAI呢 其實各位你可以看到 事實上他們家 在 以下這五個領域 事實上 都是它的一個重要的一個 開發的一個 方面 面向 那當然大家最熟悉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Check GT 對不對 可是呢 它在生成影像的部分 答義的部分 事實上也很不錯 我們待會兒後面會有用微軟的 那微軟其實就是以這個為基礎 下去開發的 因為呢 這個對中文的理解能力 是目前是最好的 所以呢 待會兒呢 老師您實際在測試說 欸我跟 AI做溝通的時候 如果能夠講中文 是不是更好 對不對 我就不需要再怎麼翻成英文啊 當然不可否 現在很多 剛推出的 這些AI的應用 還是以英文為主 因為畢竟 它是以這個資料 去訓練 算是最多的 那另外一個 大家比較不熟悉的 就是這個 叫做 語音轉文字 語音轉文字 它就叫Whisper 那這一塊 其實我倒是用蠻多的 也就是說 其實我現在很多的 研習啦 課程啦 我都會怎麼樣 都會 除了分段整理以外 我還會產生字幕 但是產生字幕 以前我們 真正像老師有 有時候或同學 可能要做會議紀錄啊 之類的 以前我們很辛苦對不對 邊聽 邊寫 啊糟糕漏聽了 還要倒帶 然後再聽好幾次 現在都不用 因為呢 透過AI 直接幫我們生成的 它整個語意去做判斷之後 再做出來的 以我自己的經驗來講 現在的正確率 都達到百分之九十以上 百分之九十喔 也就是說 我們上課 有時候會有什麼 中英夾雜 或者我會講一些 所謂的 專有名詞 那這一塊 它的辨識率 都算蠻高的 不像以前說 只有口語化的 正確率很高 只要遇到 中英夾雜 或者是專有名詞 大概 正確率就會掉很低 現在沒有 甚至有時候 我還發現它達到百分之九十九 呵呵 讓我很驚訝 所以 有這樣的正確率 那我們要修正的就很少 所以這個是它很不錯的地方 當然現在這種 語音轉文字的服務也有很多 所以你都可以再看 那另外一個當然就是我們剛剛看到的 以後它的未來的明星 就是SOLAR 好 那其實呢 OpenAI在四月份 也有推出另外一個服務 叫Voice Engine 這個是什麼 15秒就能夠完整複製你的人聲 各位 你看到這個是人聲 對不對 但是呢 如果這個人 AI的聲音 不只拿去 還幫你生成 影片 那你的人聲 就被它取代了 這樣可以嗎 哈哈 所以呢 這兩個 就是最後面這兩個工具 因為今年美國有大選 所以它都還沒有正式開放給大家用 因為各位應該知道 這兩個開放出去 只會更亂 哈哈 對吧 好的地方很好 但是呢 就是 不OK地方就很不OK 事實上 今年 對岸 親民節 各位 大家親民節做什麼事情 掃墓 掃墓記組 對不對 你知道對岸 今年親民節多了一個服務 是什麼服務嗎 讓你的親人活起來 還可以跟他講話 這就是AI 對啊 對啊對啊 所以他們今年這個業務 正式推出 所以有蠻多人在網路上就 你只要提供你親人過去的照片 聲音 他就可以幫你把它變成 就是AI 那你就可以跟他做對話 只是當然這後面就會 慢慢地牽涉到一些其他問題 好 那另外呢 你看 微軟當然也不甘 寂寞 他也跳出來了 所以呢最近也看到這個 只要你給 上傳一張照片 他就可以幫你生成逼真的影片 這個其實就跟我們現在講的 有一個叫做虛擬主播 那個有點像 可是呢 其實 如果你去看他的這個 看他的那個研究的這個成果 你就會發現說 哇 這個真的蠻逼真的喔 你看我們把他往下捲 往下捲動一下 往下捲動一下 好在這邊有 那這個部分 因為現場的會聽不到聲音 所以我就把這個網址 傳給大家 您可以自己打開來看一下 就把頁面稍微往下捲動一下 就會看到 在這裡 好那我們現場的 我就找一個來給大家聽看看 好你看這個先跑出來 我就先play他 他只有提供左下角這個照片 果然還在努力中 各位你看了之後 你覺得 只有一張照片而已喔 如果連聲音都是你自己錄的 或是用你的聲音去盛存 那你覺得這樣你還能夠說他是假的嗎 所以各位你有沒有感覺到一件事情 今年有沒有台灣總統大選 你們有沒有看到新聞上 就會有一些人 忙著跳出來澄清 那個 因為有人說 你那一天做了什麼事情 然後有人就說 那個不是我 哈哈哈哈 沒錯吧 所以 當AI越來越厲害的時候 我們真的分不清楚 到底什麼是真 什麼是假 就跟你現在網路上的訊息一樣 各位網路上有沒有很多真的訊息 跟假的訊息 你都可以完全分辨的出來嗎 有點困難吧 所以為什麼現在都會有那個澄清的 對不對 真假的那個 假消息的澄清 就是因為有些東西 看起來 都很合理 呵呵呵 可是是錯的 好 好 那另外呢 各位可能會有遇到一個名詞 叫做AIGC 這樣的一個名詞 那這個呢 我們就是泛指 透過AI 人工智慧生成的內容 包括文字 影像 圖像 影片 這些通通都是 那麼 既然 目前 大家 比較有的共識就是 AI請問 這些生成的內容 有沒有版權 有沒有著作權 對 目前大家比較傾向他沒有著作權 為什麼 因為他不是人 哈哈 就是只有你具有人的這個 人格的部分 才有 可是以後當AI有意識之後 也許這個規則就會改變了 對不對 但是以目前來講 暫時 如果你純粹是用AI生成 直接拿出來用的 你要宣告你有這個 智慧財產權 是比較困難的 可是如果說你是經過修正 然後再跟他做來來回回的一些討論也好 或者是你在後面加上你的創意 那這樣子可能比較有機會 就是在版權的這個宣告部分 所以各位如果你有印象 我們前一段時間 三月份 有復興美工 那就是那個比賽那張圖的問題 事實上 我跟各位講 因為這個以後絕對是一個 大家都會用的一個方式 那 這個呢 就是要分成兩個 就是純人工的 就是有一個獎項 那你用AI的 你就投AI那個獎項 只要你說清楚講明白 那這個就是可以用的 這樣了解 因為像 不好意思 因為我在領東那邊 我們是視覺傳達嘛 就是做設計類的 我們算是AI的第一線受害者 我們站在海嘯第一排 所以包括你看設計的文案 圖片 影片音樂 有沒有通通都影響到了 對啊 那所以我在學校 我們已經跟同學已經分享 三個學期 就是在AI這方面的應用 也就是說你這個趨勢是不可擋的 那你不可擋 你又要能夠生存 那你就是要想辦法了解它嘛 去善用它 所以這個部分啊 各位可以先參考一下 那麼我們往後面看 在簡報11頁這邊啊 事實上 現在像我剛剛講的 有很多的這些科技的發展 AI的發展 就是把什麼 科萬電裡面的東西變真的 但是科萬電裡面所提到的 很多的議題 也是我們未來人類世界會遇到的 這些影片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看過 機械公敵 好 那像這個駭客任務前兩年也有嘛 對不對 還有啊 前兩年也有一個叫做什麼 媽的多重宇宙有沒有 好 類似像這些你有沒有發現 他們都很厲害 只要一個 比如說像這個駭客任務 他只要 要什麼能力 就 告訴他 他馬上就上升 可能就變武打大師 對不對 或變成什麼 這個 特戰高手 類似像這樣子 那我們現在的AI也是這樣 也就是 你就好像已經有魔法一樣 只要你學會這個咒語 學會這個鑰匙開關 你就可以馬上擁有很多的能力 這樣 OK 這個是先給大家看一下 那既然 AI這麼厲害 所以您看到我們簡報12頁 這個是之前文獻世界周報裡面 有提到 在美國那邊有學者的研究 因為呢 AI 太厲害了 所以他也被列入什麼 2075年 人類可能滅絕的一個 其中一個原因 也就是說AI失控了 其實我們說真的 現在我們 很難去 不去想像說 AI有沒有可能 人類控制不了它 對吧 因為 AI的進步真的太快 這個是 很明顯的 那所以說 像大家 現在最明顯的就是這種氣候的 變遷嘛 對不對 像今年也很明顯 所以 到底哪一種會成為 滅絕的情況不知道 但是 就是 值得探討一下 好 那各位呢 我們從前面這 大概十幾頁的這個 介紹裡面 有沒有感覺到 現在AI進步非常快 其實 在 第一年 也就是去年 我們大部分的討論 都比較聚焦在什麼 AI的文字的應用 就是跟Trip GT 好 但是今年開始 它的應用就會 怎麼樣 越來越多 只是不可否認 現在 各位 看這個股市 你大概也知道 包括 輝達啦 廣達 紅海 這些企業 為什麼他們現在這麼 火紅 就是因為現在的基礎建設還不夠 也就是說 AI是很需要什麼 它的運算能力 那 因為呢 現在還在建設高速公路 所以說 等 這些高速公路 越普及 你的應用就會發展的越快 如果你今天有一台保時捷 你在市區開 請問 有什麼差別嗎 對不對 你能夠開的速度就這麼有限嘛 能夠表現的地方就比較少 那如果呢 我們 這個 硬體環境 比較完整了 你就會發現 這個應用會越來越多 那 像 未來這個量子電腦 這一塊 影響 只要它的發展 到來應程度之後 可能 AI 就 翻轉了 OK 好